在这一次疫病流行的时候 我们毅然的为了防控疫情 对经济社会发展按下了暂停键 不惜付出很高的代价 把人民的生命和健康放到第一位 我们在全国范围 标击最优秀的医生 最先进的设备 最急需的资源 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 救治费用全部由国家承担 是一个27岁的 十几个人抓门小子 对他治疗 并向深刻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